梅花湖休閒農場 梅花湖休閒農場 它的地理位置就在梅花湖風景區的旁邊 然後我們這裡有豐富的生態還有景觀 我們這裡原本是一個專窯廠 然後它經過的時代有經過好幾次的轉型 所以它留下了很多不同的廠房 比如說它在窯廠的時候留下工藝工的廠房 然後接著它轉型成那個養綠頭鴨的養鴨廠的時候 就留下很多渠道 然後近期是做休閒農場 休閒農場就有許多有氣設施 三訊然後打氣彈的機械運動物質滑溯 還有那個小木屋就是我們提供住宿 還有餐延的服務 我們的體驗活動有一些非常適合親子的DIY 比如說採香草茶 然後做那個手工餅乾 然後還有空頭有就是把那個雞肉地瓜 還有蛋還有那個魚肉 然後放在那個專門烤油的烤蛋裡面 然後自己去堆那個土堆 然後去深火將那個土窯烤熱 然後接著用那個土窯的魚熱去烘那個蛋 雞壓地瓜 成為一個非常有趣的野外的體驗活動 然後我們還有彩繪的活動就是 我們現在在講環保嘛 然後我們有那個 炒油的環保袋啊 皮包之類的 就說你這些東西 你炒油回去之後呢 全世界只有一個 然後你要買東西的時候很環保 你每次都可以使用 梅王湖它是宜蘭縣的第一個風景區 那地方很安靜嘛 然後你可以就全家人去那邊租腳踏車去環湖 他最近宜蘭縣政府在那邊 經過了電動的遊艇 全程會有工作人員很詳細的解說 讓你了解說是梅王湖這一塊的生態 遊完遊艇之後 那裡有一個特產就是 花生捲冰淇淋 就是將春捲皮 然後裡面薄冰淇淋 還有花生粉 然後最後面撒上香菜把它捲起來 然後當你咬一口的時候那個滋味是無法行動的 梅王湖缺錢農場 它是一個沒有預設立場的空間 這個地方很寬闊 然後也很明鏡 特別是我們有很多的草地 那種草地都很平坦 然後上面是沒有石頭或是塗屬物 非常適合你們家如果有小孩啊 或是有寵物 在藍天綠地中可以將小孩或寵物 讓他們在草地上奔跑 然後大人可以在這裡泡個下午茶 或是做甜點點心 然後在這裡好好的休息 歡迎大家有空都可以來 梅王湖秋泉農場來玩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幫我們按個讚 並按右三方的小鈴 訂閱我們的頻道唷